平農縣政府宣傳2019台灣燈會 今年發表大午山下的農村樂章 農村再生燈區設計概念 在記者會上展示主燈模型 及花燈製作過程影片 許多參與農在花燈製作的社區 也一起來為台灣燈會暖身 你把我們手上的樹葉 掛在我們的里山共生樹上 農村再生燈區 以土地 人和藝術為核心 打造里山共生樹及鋼鐵農人 兩組大型主燈 另外還有十組特色燈組 縣府表示今年農在燈區 顛覆過往對燈會作品的想像與詮釋 燈區中的燈組作品 不僅是燈士 更是一座大型農村再生故事舞台 農在的一個燈區 由平農縣政府輔導的 二十幾個社區 農在社區 能夠把進入來做創作 不管是鋼鐵農人兩個主燈 或是里山精神的里山共生樹 所有都是來自社區自己打造 透過我們輔導團隊的指導 怎麼樣讓它結合在地產業文化 最重要也要結合藝術 燈光視覺的效果 這樣才能更勞動 才能更能感人 台灣燈會30年來首次在屏東舉辦 許多社區都動起來參與花燈製作 其中推動紙漿藝術的岩埔鄉蓬措社區 帶動鄰近多個社區的志工 一起動手用紙漿製作 共生樹上的葉子 展現農村的活力及社區相信力 美人的不容易 要在屏東辦燈會 我們是不是要做這個好 大家都很高興 有高興的啦 就是我來做這個 這個桌子 做紙漿的 在北安培處小屋 這樣大家在那裡做到很高興的 我們讓社區的年輕的藝術家 來帶動我們的不同的社區的居民 來共同參與 透過那種可以回收的紙漿 重新創造出一個新的藝術來 能夠讓所有的居民都能夠來參與 我們要呈現一種重要的一個 社區居民的精神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藝術家 縣府表示 農在燈區主燈 底山共生樹 強調人與自然 和人與人之間的互助互利精神 鋼鐵農人則是以一座12公尺高 外形彎腰插陽農人的燈飾 展現屏東農村勤奮精神 默默耕耘及祈願豐收的意象 除了能透過花燈 感受大午山下的農村故事外 農在燈區也規劃六場次 社區展演活動及在地產業手作體驗 歡迎遊客前來台灣燈會 探索屏東縣農在社區特色 屏東新聞 張如意韋德韋 採訪報導 Kritter 農村 東 公延前 해도 作詞 作曲 李宗盛